你知道琴九为什么能用胜率倒数第一的四空阵多次霸榜巅峰第一吗 我之前也很好奇 但当我看到他昨晚的训练赛后终于明白 琴九居然能用自己的绝活英雄多次以一敌多单沙国一对抗路阿信和冠军边路渲染 就连经常诋毁其他主播的狂魔哥都对琴九佩服的五体投帝 哇太帅了吧 纯个人实力在线 太他妈猛了 第一把游戏琴九掏出边路成见蒙田 在观察双方阵容后 琴九就自信表示这把随便吊打对面 戴城啊他前景很垃圾啊这首约直接给打烂了 来吧直接进野区啊直接打野区啊就打野区啊 好吧加油整理们注意整节奏 直接变开啊直接变开就完事了 直接变开进野区了他们玩不了的 进入游戏两分钟双方在河道打了起来 琴九开大进场轻松收割残血活舞 我来了我来了 看辅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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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这一波更加离谱 面对三人的包围 琴九自信开出大招 在一打三的情况下 还能单杀博一对抗陆阿锡 5分半两边在下路爆发团战 琴九坐大桥电梯到达战场 一个人包围了对面三个 拆塔的时候琴九开大压迫赶师傅 仅仅八分钟就一路拆到了中路二塔 要不拆塔啊拆塔啊拆塔就行 能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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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的中路能你中路能你中路 要杀我的 干嘛那我身后了 对面五大高手此刻完全被几方压制 仅仅十二分钟就推平三路高地 打算一波结束比赛 等个圈弄回去 等我别别别别白票 别白票 我进我进我进 我进 顶下呗顶下呗 我回来了回来了 我有大我大我有大大回来了 第二把游戏请九掏出自己最自信的司空阵出展 赛前还谦虚地表示对线达姆误开 我对抗路一打一 我打达姆误开 进入游戏两分半的时候 对面就集结三人来帮上路针对劳大 你们觉得请九面对三人包夹能逃出生天吗 上路的兵线即将进入对面二塔 达姆和戈亚准备过来回房 请九健壮二话不说就是一打二 八分钟请九拆掉上路二塔 已经把冠军边路渲染狠狠压制 这波中路团战正是一个绕后进场的好时机 来给我来给我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笑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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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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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先发开准备好 我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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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差一笔 此时请九的直播突然中断 不不好在狂魔哥在上帝视角观战 请九在下路又遭到三人包围 开启大招直接一打三 卧槽大招又一开 狂暴一开 有红buff 一打三 卧槽 祭九 卧槽 还在电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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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魔哥直估刚才的操作真的太帅了 太帅了吧 纯个人实际展现 太他妈猛了 两圈直接把续兰打死 然后下午转大招定住响 想摸他从同二技能普攻 看A不到他 A不到他 怎么做A不到 拉扯 A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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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不到 下午转要是再敢打下去的话 就要被四公正他妈拉扯死了 死了 这把游戏还不到12分钟 对面就已经三路高地全破 皇魔哥非常高兴 但是右上角的桑杰就有点痛狂 哇 正经一个大招一傻 弹球一弹 以雷霆击水源来防住了渲染的 一闪开 然后垫垫的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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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请求Man 还在Man 卧槽 玩具局 啊